大家好 我是怪修缠 这个视频呢 咱们深入点评向格林美 圣屯矿叶 洛阳木叶 江西桶叶等技术分析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咱们今天巩固的技术内容呢 主要涉及到 开线语言当中的单阳不破 好 同时的话呢 结合趋势线的运用 那么关于单阳不破的话呢 咱们前面有过详细的一个讲解 只不过呢 针对于特殊的模型 例如说呢 还对于一些掌停战法的单阳不破 那么对于处于敌位底价的或者是处于掌停突破的 那么结合近期的主流热点或者结合一些概念底价 那么呢 单阳之后以掌停板出现过之后面呢 连续震荡几日或者调整几日不破阳线尸体 同时结合MI均线的视角 那么呢 可以把作为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呢 选股的一个视角包括呢 介入条件单阳不破 结合五军 十三军 公正 有资金接力作为买入条件 然后呢 止损条件呢 单阳破坏 或者说下方重要的趋势支撑线 破位 那么之为之为止损的一个参考 好 对于呢 止盈的话呢 那么强反包 留支 观察 赤日的溢价 那么呢 若反包即是降好就收 那么呢 偏离五军也要进行短 作为短线的一个卖点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 那么今天呢 结合开线语言 那么呢 结合个股的案例来去解读 就是呢 来通常形容下 单阳之后后面的一个跟踪视角 包括呢 结合趋势线的运用 例如说像格里美 好 那么现在格里美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技巧性的一些东西啊 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什么呢 当一支个股涨停出现过之后呢 不要太先不要着急兴奋 不要着急想象未来有多么大的空间 而是呢 先数一数之前出现涨停板的一些场景 涨停板第二天或者是接下来几天 它的一个大致的表现 那么呢 这有利于打破一种偏执 打破一种妄念 例如说呢 在这个位置出现涨停板的时候 咱们讲到呢 第二天如果高开冲高 不能连板要找卖点的 而不能去追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这种场景出现了很多次 例如涨停第二天的十字星 然后冲高之后有一个真的回落 这个位置呢 出现涨停 第二天呢 是高开冲高回落 然后呢 调整几天 但是呢 这个位置调整它对于呢 是属于担阳不破的做法 这个位置调整呢 它对于呢 也是属于担阳不破 好 那么这历史上这个位置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板出现过之后呢 其实第二天连板的次数是极少的 更多的时候呢 是一种冲高回落 或者说冲高之后真浪回落 如果说能保持担阳不破的话呢 那么可能还存在一些短线的一些机会点 好 这是格林美 那么列出像这样的一个掌停板之后 后面的话呢 连续 好 高开滴走 连续震浪 它保持担阳不破的一个剧情 然后的话呢 有一波再度上的拉伸 那么这个掌停板第二天呢 冲高回落 高开滴走 然后的话呢 担阳不破 贴五军 贴十三的军线 后面的话呢 有一个拉伸的动作 其实呢 对应的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和观察的话呢 会发现历史上这种场景太常见了 这个常见到什么程度呢 它不是规律 但是呢 是一种现象 好 掌停板第二天 冲高或者是带上线或者是回落 而后呢 担阳不破 这个位置 掌停板第二天呢 冲高或者是字心 冲高中呢 担阳不破 好 这个位置呈现的是一种担阳不破 好 这个位置呈现的是一种掌停板 第二天 冲高回落 整体来讲保持担阳不破 整体来讲担阳不破的剧情 就是呢 是太多太多次了 那么用这样的视角 我们再关照于当下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那么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这种场景 例如说呢 如果说本身掌停板出现的位置 它是属于敌位 敌压的 平台突破的 那么呢 像这样的一个剧情 掌停板 那么第二天后面的话呢 例如贴着五军或者贴着十年级线 作为新的机会点 担阳不破结合均线的一个状态来去看待 那么如果说它已经不在 平台突破的节点 也不在三线 处于刚刚处于拐点 五十三三十一百十四年级线 形成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而是呢 已经处在上涨趋势的过程当中 应该怎么去跟呢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像格林美这一支个股当前的一个 技术表达 再结合一下趋势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对于这一支个股后面怎么去应对 没有的话呢 那么因为当前的反弹 其实力度并不算强 为什么说力度不算强呢 好 单阳之后 它走的是一个单阳不破 那么贴着十年级线 作为一个机会点来去看待 那么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其实只是把它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第一个 是单阳不破的单阳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属于短周期的这样的趋势线 短周期的趋势线 像结合来讲他们像这种这类个股向上 观察的是能不能保持 量价起升 沿着五级线的爬升 浅高能不能突破 手的话呢 如果说下方程低点和低点相连的趋势线 破了怎么办呢 破了输不上来 你可以呢 短线的角度来进去 就可以离场 或者说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 视角来进看待 咱们讲的次中的是这种方法 论而不是具体的个股怎么样 当然这种个股的主要说此趋势不破 然后沿着五级线的爬升 量能够能够保持住五级不破可持有吗 像上前高附近或者是冲高 如果是量能没有跟上 这个位置即便冲高了 即便破了下前面高点 但是量能没有跟上 而后来带明显的上行线 又回落又防范什么 防范这样的一个顶背离的状态 所以说呢 反弹 我们要看反弹的方式 以及呢 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有没有治愈性 回落的话呢 那么 如果说这个阶列 当下这个阶列呢 是我这个小的趋势线就可以 趋势线破了 那么短线就可以离场 如果说用用他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视角 或者用他的一个 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他的一个原强的原则 原则位来进行参考 好 这是格林美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圣屯匡业 那么圣屯匡业 这一只狗狗的话 对应的也是如此 而第二说呢 这个位涨停 涨停过之后 第二天呢 是一个高开的十字星 震荡 震荡多日的话呢 他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单阳不破的走法 那么单阳不破的走法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他的剧情 好 那么单阳不破的走法 那么贴着五军 或贴着十三连均线 靠近十三连均线 作为一个机会点 来进行尝试 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 就属于五军不破 可持有偏离五军可减持 那么呢 结合趋制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 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作为短度期的使用趋制线 他说连趋制线都不破 那么还可以去跟踪 他的一个向上反弹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这样的一个趋势 短线的一个视角 趋制线破的怎么办呢 破了那么呢 贴着白离场 止盈 或者说呢 第一时间防范 可能走坏的风险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视角 就是单阳不破 和趋制线的一个综合运用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咱们再继续我下面去看 这是 盛腾框业 那么呢 其实如果说把一些连续的 击涨或者连续的上涨的 这样的一个开线 把它作为一个处理过之后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单阳 来进行看待 好 那是什么 再去看 例如说像洛阳木叶来去 好 那么像洛阳木叶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观察视角 是什么呢 同样的 因为对于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其实历史上 也是多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种场景的话 其实对于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 出现涨停板 涨停板过之后呢 因为涨停本身 它是属于涨停突破的做法 后面的话呢 沿着 震荡 震荡过之后呢 贴着五军 或者贴着十年龄线 而且呢 都是属于单阳不破的状态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想 这都已经涨上来了 你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不就是马乌号吗 咱们讲的是一种方法论 如果说再遇到这种场景 如果说对应了贴着五军 贴着十年龄线 在结合单阳不破的这种状态 这种公正的条件下呢 是可以作为尝试的 如果破了单阳的位置的话呢 只是应对短线的视角来讲 你只要 要么你压根没有这个方法的 方法的一个视角和 没有这个方法的一个内容 没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有这个思考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例如说只要是单阳不破的位置 那么还可以守一守 涨了 那么对应了强反暴流资 不一价 再强反暴流资不一价 如果说呢 一旦不能继续强反 不能涨停 那么其实找卖点 好 对应了 如果说对应了 像破了这个单阳起涨的位置 那么呢 就是急值止损 急值离场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视角和应对 好 那么我看当下 当下的话呢 像洛阳木叶这样的一个 个股表达的话呢 那么例如说前面出现涨停板 涨停板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 哎 增长当中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冲高 量能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个强度还不够 那么这好就说短线找卖点吗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应了他这个涨停板 是属于涨停开板 涨停开板代表资金分歧 资金分歧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在结合趋势线的运用 很简单 第一 像这类个股呢 咱们思考用技术的视角来讲 是搞他什么推荐下是可以尝试低吸作为一个短线的机会点 什么推荐下呢 是不能 是需要放弃的 低点和低点相关 这就他的一个趋势线吗 就他小级别的趋势线 但是呢 这个位置涨停开板没有封住 那么实际上就属于代表涨停板上有资金分歧 而且明显放量 放量代表就是资金分歧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是要找卖点的 就算不能找卖点 就愿没有的 也不能去追 但是呢 后面如果说回路 他保持一个什么呢 例如正常当中 三天也好 两天也好 五天也好 正常当中保持这个位置单阳不破 同时下方的时候趋势线也不破 那么靠近趋势线 也靠近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单阳不破的这样的一个气场的接点 他就是一个 如果说一旦有资金接力 这就得起了机会一点 后面反弹的对应的反弹是什么呢 强反弹流支 就是强反包流支 弱反包 见好就收 三个点五个链都可以去止盈的 好 如果说破的话呢 那么及时的止损 而不是说 在这位置 如果说给你一个冲高 又追了 追了之后的话呢 涨 赚个运气的钱 一旦调 调到什么位置呢 调到单阳不破的节点 可能也出现十几个点的浮亏了 在气场位置附近 十几个点的浮亏的话呢 你的心态会怎么样 你的心态肯定不会好 你的耐心 你的这种视角肯定会变得 非常的不理性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我宁愿去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冲高的动作 我宁愿去放弃 不符合这种交易方法呢 我就不用这个方法 说实话 那我就直接放弃 他如果给出这样的机会点的话呢 那么我对应了 我就这个机会点 那么近 强者留置 弱者去之 见好就说短线的灵活 弱走坏 那么呢 风险可控 不管是三个点也好 两个点也好 五个点也好 那么呢 主要说破了这样的一个 阳线尸体破了 趋势线也破了 那么干嘛呢 我及时的离场走人 及时的止损 近可控退克手 就体验出来了 好 这是洛亚木也只是 用这样的视角呢 来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但是如果从阶段性的来看的话呢 那么在上方八元的位置 它是一个城下区的 就说前面高点 八块零七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像这一天呢 涨停板的位置 也不会是八块零五 但是呢 没有风时 好 这是洛亚木也 其实用这样的视角就跟 就是呢 呃 单样不破和趋势线的一个运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江西同叶 好 那么像江西同叶的话呢 怎么 列作 像这类各种呢 大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呢 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是属于典型的 大周期的这种收敛结构 或者是大的一个平台 那么当前呢 在平台的一个上沿的基点 这个位置呢 除非 这段当中能够横得住 然后呢 向上有效的突破 突破的话呢 对应的量能有 有提振 有表现 那么它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如果说不能有效的突破 这个位置反而是个风险点 尤其是什么呢 在周四的时间一根中央 然而周五的时间 带有明显的方量 长上沿 它带有一定的 带有一定的资金分歧 也是承压 这就是趋势性的运用 趋势性的运用的话呢 那么当前那个表达 我可以什么呢 可以用这种 也可以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这个单阳不破呢 只不过这个单阳 它不是涨停板的视角了 而是什么呢 正常分析的一个维度 例如说我们来看 在历史上 对应的 一根阳线 后面的三根调整 不破阳线的实体 好 然后呢 一个反报 反报的话呢 如果说 它是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上引线的高点 收盘收在高点上方 这属于强反报 有量 开线实体呢 收藏的是强反报的 那么流支 第二天呢 高开或者冲高 那么建好就是自己止盈 单阳 然后呢 又再有调整 又属于这个单阳不破的做法 然后呢 反报反报过 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哎 建好就收 又是属于单阳不破的做法 在那五行当中呢 低连和低连相连 它又组成这样的一个趋势 支撑的一个视角 你只要不是说 在这个位置 对应的 你只要不是在这个位置追 在这个位置去追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去追 这种节点的话呢 其实用短线 用低连高抛的视角 是非常容易获利的 好 这是一种走出来的行情 那么也就是说呢 单阳不破 结合什么 例如说贴五军 贴十三天均线 这样的视角 或者说 趋势线没有形成之前呢 可以去跟 有形成过中了 那么趋势线的附近不破 在这样的节点呢 作为它的一个机会点 来去看待 建法就说 赚三个点五个点 还是十个点八个点 这是市场的N次 如果真的就走破了 及时的离场之损 你能够风险可控 不至于说 大亏小亏离场 也是无妨的 那么当前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是什么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的 它是这样的 也可以把这个位置 位置呢 作为它的一个趋势支撑 趋势支撑的话呢 那么上方 它是大的平台上面来讲 是有承压的 而且呢 是带有明显的资金分歧 那么这样的向上 暂时呢 没有真的站稳突破 之前不要忙去追 而找卖点 但是呢 如果说它回落 我们来看 以这个阳线的实体 作为一个关照点 震荡当中 震荡当中 它保持上 单阳不破的状态 同时的话呢 贴着5G 或者贴着13天均线了 而且下方之后 趋势线又不破 在这种推荐线呢 其实就是可以作为 短线超短线的 这样哪个 更中的视角了 介好就收 破了 其实离场之损 这是一种 单阳不破 和趋势线的一种 综合运用 这种运用视角的话呢 它的一个视角 知识偏向于短线的 因为咱们在前两天 给他分享的时候 涨停单阳不破呢 都是一种典型 单阳单阳 那么呢 以涨停板的方式出现 而且呢 是属于涨停突破呀 或者是底位手板 然后呢 出货平台 然后同时的话呢 刚刚出现了乖点附近 那么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典型 而咱们今天讲的话呢 是一种 正常的一种跟踪 这个单阳呢 不管是涨停 也好还是中阳也好 就属于它 结合趋势线的一个 运用再结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单阳不破 开线语言 结合趋势线的一个运用 它是一种分析的视角 也是一种 列作一支个股 它已经不在最佳的买点上 不在最佳的这个拐点处 而是已经涨了 而是呢 在上涨过程当中 上涨的过程当中 趋势还没有坏 这种情况下呢 只是用这种视角 它只是 列作本身就是一个 上涨趋势的个股 但是你又不想做 它的一个趋势 不想做 它的一个通常性 而是呢 在这类各国中的 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点 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就是趋势线 结合 单阳不破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析维度 和应对的视角 那么呢 指引指线 都非常清晰的 进入条件也非常清晰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更多的是一种 技术的运用 像咱们前面讲的内容 尤其是喜欢跟 就是 有这种 词语收听的习惯的朋友 那么呢 相信这样的一个内容 可能对大家帮助会更大一些 例如说前面 哎 呃 例如说对于趋势线 有专题的这篇文章 然后的话呢 例如像单阳不破 涨停单阳不破 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方法和体系 然后的话呢 咱们再结合一些 哎 个国安利来巩固这样的方法 然后呢 不断去加强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啊 记得赞赏 啊 希望大家呢 更多的是能够局一反山 能够呢 整整整整提高一些对技术分析的视角 应对的视角 然后的话呢 呃 提高自己 对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加油能力 好 再见 再见